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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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是一種信仰 創作是一種態度 讓我們用創作寫歷史 用音樂創世紀 欢迎收看我们《音乐创世纪》 我是黄书俊 《音乐创世纪》 堂堂走入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这些优秀的音乐创作者 经过层层的考验 最后有机会争取我们总冠军 奖金100万元 本节目将进行三大回合 总共60组参赛者的比赛 每回合将透过资格挑战赛 主题挑战赛及冠军晋级赛 各选出三组参赛者 三个回合总共9组 可获得总冠军赛门票 最终冠军可获得奖金100万 目前已有四组参赛者 凭着精湛的演出顺利晋级 面对竞争激烈的资格挑战赛 我们也邀请了最专业的评审阵容 她们是拥有超过800首创作 赤诈乐坛的创作女王娃娃 获得金曲奖肯定 推出多首经典好歌的 金牌制作人薛忠明 以及制作唱片超过300张 堪称华语乐坛金曲大师的陈子红 此外还有由40位热爱音乐的观众 所组成的陪胜团 子红老师第一次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开场就这么地特别 给你这么地荣耀 笑得这么地开心 充分让我们体会到这句话 就是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 你知道你这些配备原来都是属于薛忠明老师的 结果你今天一出现全部移到你这边来 那算是一个新人的一个福利吗 是 那也只有这一天而已 子红老师第一次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是 你知道这是一个创作的 这个对新人来讲创作的舞台 您对创作有什么样的看法 创作应该是说 我们自己在创作 自己会有一些想法出来 但是能够引起别人的共鸣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但不一定要什么形态 但是就是说听歌的人 他自己他也能够得到 你要传达的讯息 然后被感动 然后能够传唱 我觉得传唱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 那这个你的观念 你的想法才能够传递得更远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好 我们今天就要进行 第三回合的资格挑战赛 资格挑战赛规则说明 参赛者演唱比赛歌曲 并由40位观众陪审团 以及三位专业评审共同评分 两者相加总分为100分 若参赛者获得超过60分即可晋级 而今天的第一组参赛者会是谁呢 大家好 我叫杨宗翰 我来自嘉义 小时候一开始就蛮喜欢唱歌的 可是其实就是主要是自己在家里很会唱这样这样 国中的时候很喜欢蔡依林 然后我一次就去看他的前唱会 然后就看他在台上的时候就觉得 诶 好像很吸引人这样 那不然我试试看开始练习唱歌这样子 看有没有机会 那正开始常常创作是因为 前几年去大陆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评审 他就建议我说 可以试着开始写歌试试看 所以也是 让我回来台湾之后就开始进行创作 真的开始创作的时候 其实对这块东西才慢慢去 听得更仔细觉得 哦 原来这个部分是这么做的 所以才会有这个效果 对音乐的感觉跟感受 其实跟以前只有听唱歌的时候 其实是不太一样 可能今天我拿一把吉他 弹来几个和弦阶条 我觉得哦 有一个不同的范围感 再去做整个主题的思考 那再把它填词 把它完成这样子 创作这件事其实跟生活是一起的 音乐其实变成一种生活 想要表现的方式 但透过创作这件事情 去把自己生活 或是想要做的事情 透过音乐 让更多人去感受 或是了解 书卷老师 然后现场三位评审老师 还有四十位陪胜团 大家好 然后我叫杨宗翰 听说你进出过看守所 其实我当兵 其实是跟我当兵的单位有关系啦 就是我当兵的时候是在那个 我们名字很常叫替代义公义忌反读大使团 就是我们都要把这个名字背起来 然后这个单位呢其实很特别就是 它主要就是跟 可以算是国军的义工队这样子 有一个机会是表演给 呃那些在里面的朋友们看的 然后我们就有点害怕 所以就是有点很紧张 那时候选歌也是有点紧张 怕什么唱了什么乡串惊 或什么他们会冲撞或什么也不太好意思 所以那时候选歌也是有点紧张 对 那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今天带来一首我自己写的叫 《害怕》 是因为进出看守所之后写出来的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写《害怕》呢 就是这首歌曲是 因为之前刚好写这首歌的时候是 呃身负的那个研究生的身份跟创作的这个路 就是这两条选择 其实自己内心是很害怕不知道选哪一条路 然后有一些迷惘这样 那写这首歌就希望可以让自己可以不要害怕 然后面对自己心中的恐惧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这样子 你通过三位老师的点评之后 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害怕 那时候就真正能够突破这个害怕 好 我们来听杨庄涵这首《害怕》 谢谢 我这次要比赛的歌曲 参赛的歌曲叫《害怕》 那这首歌是在我刚开始创作没多久就写好的一首歌曲 然后这首歌创作时间其实也比较蛮快的 那当初我写这首歌曲是因为 呃那时候面临了学业跟继续创作跟音乐 是不是要当作正直这个两难的考量上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创作音乐的时候 其实对音乐创作是抱有很大热忱的 可是同时又有学业上的问题 是需要坚固的 透过这首歌其实想告诉自己是 不需要害怕去面对这些事实 而不是选择逃避 那也许你可能选择逃避 你面对的是当下是觉得 哦好像没什么事 可是其实内心问题一直都在 所以其实写这首歌是想告诉自己 需要面对自己真的内心的害怕跟恐惧 然后找到属于自己适合的方向跟道路 我去走在一条看不尽的路 模糊的景色拉遮住我的脚步 我懷疑我自己陷陷在層層迷雾 空虛沉默 突然间就这样迷惑住了我 还在想什么 不别让自己隐藏紧握 还在怕什么 只是为欺骗着我 还犹豫什么 怀疑讲话的抓着我 只能说服自己不需要害怕继续往前走 我害怕是我自己搞不懂我想要什么 我害怕是你 而且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 我害怕是我 迷失在我自己的世界中 我害怕的是 我害怕的是 你逃在心中的问好 找不到适合的回答 强远欢笑的武装 可许是我 弄笔自我 而为这心中的懦弱 却是陷层层漩漩 我害怕是我 自己搞不懂我想要什么 我害怕是你 而且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 我害怕是我 迷失在我自己的世界中 我害怕的是 我害怕的是 我感觉还蛮流 我害怕的是我 爱死 我害怕的是我 恶意 送回大家害怕谢谢 謝謝 楊宗翰的《害怕》 你是帶了個BANG 這是你臨時組成的還是 常年跟你一起做演出的 這就是有一些是我們之前 一起在看搜索的好朋友 以前已經 跟你一起進出看搜索的那群 待過我的好朋友 我就覺得這人怪怪的 他就是台灣爽的鼓手 你為什麼會跑到這裡來 他是當兵的學長 是嗎?只是這個原因嗎? 對 台灣爽已經進到我們總決賽了 你竟然還自己跑出來 你是不是對台灣爽的未來 感覺非常的前途看慮 沒有 即使找自己的一個出路 學長命難尾 其他樂手也幫我們介紹一下 第二個是BASS手 然後他叫藥包 然後接下來是吉他手叫靜之 靜之 然後最後面是Keyboard手叫江道 江道 我們先來聽三位老師對這首 害怕有什麼樣的感覺 薛忠銘老師 基本上中漢這個歌我覺得 當然音樂的邏輯是很少出現過的 他已經用了一個shuffle的打法 來做這個音樂的鋪陳 然後其實他彈的是soul 這個在早前90年代有一個叫Lanny Cravis 就是這樣子在做的 這個其實音樂還滿成熟的 我覺得其實這個音樂做的還算是滿好聽的 尤其副歌這個旋律我覺得 寫得非常非常成熟跟穩定 其實唯一你要注意 其實我真的就是你在切詞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你很多地方都是切字切得比較怪 比如說我害怕是 然後換氣 我自己什麼什麼 然後我害怕是一 副歌厲害 我害怕是一 然後切其實什麼什麼 其實我覺得你只是在對於切字的旋律概念 你要稍微做清楚一點 因為這個切字切不好的話 聽起來好像這個歌詞是被切斷的 我害怕是我自己搞不懂我想要什麼 我害怕是一 卻其實並沒有那麼美好 其實我是認為你旋律寫得比歌詞好很多 謝謝老師 好 謝謝薛忠銘老師 愛怕本來就是一個想像的一個情境 那你用這些詞呢 都多半是一個感覺式的詞 感覺式的詞你在整個歌詞以後 都用這種感覺式的詞的時候 聽的人會聽不清楚 他會沒有辦法跟著你的故事往前走 其實你在第二個詞 你就應該去寫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你 用害怕這樣一個主題 這樣的音樂的型態 我覺得是不錯 可是詞還是要再加油 好 謝謝老師 謝謝娃娃老師 我們現在就來看40位陪審團 你們給他的這首歌 有什麼評價 給的分數是 35分 非常高的分數 謝謝 是不錯的開始 三位專業的老師 手裡的20分 分別做怎麼樣的決定 寶寶老師 你手裡的20分 決定是 我的決定是 給你20分 恭喜莫德娃娃老師的20分 分數已經達到了55分 接下來我們看薛忠銘老師 我害怕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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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戴慧欣 我是加拿大出生長大的 那我從小就是音樂一直都在我的生活當中 因為我四歲開始學古典鋼琴 那就一直這樣子學下去 那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唱歌 我都在學校的合唱團裡面 大概六年前來台灣的 來學習中文和創作的部分 我小時候就是會聽姐姐買的CD 例如周杰倫的第一張CD 我就一直聽一直聽 因為真的覺得太好聽了 也會開始自己想要創作那樣子 就慢慢創作 我創作會選擇來台灣 因為其實我非常喜歡台灣 然後呢 因為我很喜歡中文歌 英文創作跟中文創作 其實都有各自的不同的地方需要克服 那英文就是會比較順寫下來 那中文的部分就是需要想比較多 要怎麼表達自己 其實我有去上了很多中文班 不管是正音班還是學中文 可是我發現其實最有用的就是 跟身邊的朋友講話聊天 這樣子會進步最快 我寫的創作 我希望就是別人聽到都可以被鼓勵到 聽眾都可以就是有一些正面的力量 和就是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好 哈囉 樹君老師好 妳好 大家好 電視前面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戴慧欣 聽你的口音有一點點跟我們不太一樣 所以你是小時候在哪裡長大的 我是在加拿大長大的 在加拿大長大的 那什麼時候才回到台灣來呢 我差不多六年多前回來回台灣 台衛欣是一個非常有天賦的小孩 聽說他創作非常小的時候就開始創作 告訴大家第一次創作是幾歲 因為我是很愛看那個迪士尼的卡通影片 所以我小時候就是決心說一定要幫這個卡通當配樂的 所以我七歲寫第一首歌 七歲就寫第一首歌 喔 是個神童 妳能夠跟我們示範一下 或是彈一段或唱一段 說七歲的創作到底是什麼狀 在鋼琴來 鋼琴那邊 來一下 謝謝大家喔 在我們帶出 Alexandra 哲學 這真不簡單 七歲就能夠創作出這樣的歌曲 聽說你創作的方式很特別 是怎麼個特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因為我應該算最擅長的語言還是算英文 所以我大部分都會先用英文來唱一唱 然後呢 最後再把它翻成中文這樣子 以前那個貴公司的那個童安閣 這個前輩最喜歡用一些莫名其妙的 中文去寫歌 對 而且還可以和音 還可以和音 對啊 那旋律就會有不同的語言 會產生不同的旋律 所以還算是特別啦 因為很多人他也不見得知道要用這樣的方式 去讓自己的旋律更豐富 今天要唱什麼歌 這首歌叫《Hold On》 我們就來聽戴慧欣的這首《Hold On》 戴慧欣的深情創作 能否獲得評審肯定順利晉級呢 我今天來參賽的歌是叫《Hold On》 那這首歌是我其實心情還滿不好的時候寫出來的 那時候其實音樂這條路沒有走得那麼順 和我也開始懷疑就是音樂這條路到底可以再走多久 然後我還記得就是那一天我就是心情擦然後做鋼琴前面 其實沒有特別想寫什麼 可是就突然想到這個《Hold On》這首歌的旋律 那我聽到的時候我自己有感覺好像被鼓勵到的感覺 那我寫這首歌最重要就是想要鼓勵自己 然後提醒自己就是為什麼會想要堅持這麼久 所以我今天選擇表演這首歌因為我希望就是帶給觀眾一些正面的力量 我支持 voc場上的鋼琴 有的緊張 較 prom 就是音樂 40 Detail V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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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e 我一路上的心中我都想著你 但我懷疑自己 自己到底又沒有能力 自己到底又沒有勇氣 有時候我還是別問自己 為什麼我現在還在這裡 請你不要生氣 我沒停止努力 難道天上的星星沒聽到我的聲音 欸耶 Hold on 再一下子就對了 Hold on 再一下子就快樂了 我的就那一天 就為了那一天 給我那一天 Hold on 下一個就是你了 Yeah 有的時候會覺得很悶 走到十隻路 過眼睛就被蒙住 But I won't stop I'm reaching for the top Come on let that beat drop 聽到節奏 腦袋會有一個旋律 所以我來到這裡 所以我還在這裡 因為有夢一直存在我的心裡面 因為有夢一直存在我的心裡面 Hold on Hold on 下一刻就是你的眼睛 然後接下來 我會不會停止 等他 我會不會停止 再一下子就對了 Hold on 再一下子就快樂 我等著那一天 就為了那一天 給我那一天 Hold on 下一個就是你的 Hold on 黄武大廈 很好聽 謝謝 我覺得整個情緒都非常好 然後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故事 其實要撐下去的感覺 那我覺得我特別欣賞你 就是說對於你自己的作品的詮釋能力 我覺得是非常強的 然後整個歌也會讓我們一直想要聽進去 那你自己的風格很清楚 但可能我要提醒你一下 因為你這個風格有一點點像 比較像Alicia Kiss的那個感覺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一個reference 一個很棒 但是如果你要繼續創作下去 應該是我們去學習人家的時候 你自己再走出一條你自己另外一條路會更棒 慧欣果然是那個洋派的 寫出來的東西是從國外的那種概念來寫歌 基本上音樂的架構 用了很多的和弦重複性的和弦 但是旋律上都做些修正 這是現在是很流行的一種寫法 可以持續地去記憶住這樣的旋律 這一點我覺得是成功的 那其實歌詞我就不用講 因為坦白說歌詞的確還是你的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你還要好好再去斟酌一下 因為歌詞的研究性 但是副歌基本上 因為我覺得重複性的記憶點這一點是做到了 其實我只有很簡單的介紹 像Rap的東西我覺得你還要再唸再輕鬆一點 因為我們中文咬字本來就是很困難的 尤其在像Rap 像英文咬就很沒有什麼困難 因為它的字都很圓形 中文咬就很有點心 因為它的零零腳腳太多 所以唸Rap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可以把字語再重複一下 會讓這個字句會比較容易好唸 因為既然是Rap 其實大家不想要去聽太多的內容 他應該就只想聽到你去重複那樣的意志力 在什麼地方 這樣會對你比較大的幫助 好嗎 謝謝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薛忠銘老師 我們來看看40位陪審團 雖然媽媽是坐在陪審團的位置上 但媽媽她不會投票 保持我們的公正性 所以我們40位陪審團 我們給的分數是 30分 非常好的分數 我們來表達一下對這首歌什麼看法 14號 第一個舉手了 你仔細聽14號對你的講評 對你一生受用不盡 而且他跟你一樣 他的創作裡面中英文都有 我聽一下 高亢賞音有一套 異國旋律真美妙 熱在其中 Rap RELAX AND PROFESSIONAL 堅持 堅持成就一定到 你再跟我們講一下你那個什麼Rap 再講一下我們欣賞一下 Rap就是RELAX AND PROFESSIONAL 對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嗎 還是你真正是你自己創造的 自己創造的 由Drapper來的 我只有聽過 R.I.P. Rest in Peace 我沒有聽過R.A.P. 我想他是把那個Rap Rap把它拆解成另外 他這個很有創意 我覺得有些像Hol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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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同的方式來呈現你的Hold on 一般我覺得你的Hold on 就是 It's all the same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But nothing different So I hope The last lyrics will be Hold on That'll be better Thank you 謝謝 謝謝 23號 請問一下 請問你是從哪邊回來的 台灣ese 台灣ese 可以講成這樣子 可是我提醒你喔 以後你要用英文講你的看法的時候 還是要翻譯一下 因為我們14號可能會聽不太懂 沒問題 14號你知道他剛剛講什麼嗎 只知道Hold on而已 那也夠了 30分 先來看三位專業的老師 你們手裡的20分分別做的決定是 子皇老師 你手裡的20分決定是 我的決定是 決定20分 恭喜獲得子皇老師的20分 戴慧欣的深情演出 在觀眾陪審團中獲得了30分的支持 並獲得陳子虹老師 及薛忠銘老師的肯定 雖未獲得娃娃老師手中的20分 仍以總分70分順利晉級 大家好 我們是Rossi玫瑰紅 其實我們當初會叫做玫瑰紅 是因為英文Rossi的意思 一個美好光明正面的意思 Rossi就是玫瑰的顏色 然後我們就期許自己可以 像青紅色一樣熱血沸騰 追逐夢想 其實我們感情很好 就是我們如果沒有玩樂團的話 還是都會一起 然後剛好我們都喜歡音樂 所以很幸運 可以一起做自己想做自己 其實我們有一起租了一間地下室 就是可以練團 就是不管練習啊幹什麼 我們都會一起在下面 可能我們每個禮拜 會有一兩天聚集在下面 然後就是我們四個很專心的練團 能夠玩音樂 其實以前的話 就很喜歡音樂 那現在是可以自己去詮釋它 所以就會覺得說 特別有一種成就感 希望大家就是聽完我們的歌之後 會想去做自己內心真正想做的事 玩音樂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 就是家人其實不太支持 那加上朋友也會覺得說 我玩音樂為什麼不好正常工作 就是希望就是參加這次的比賽 那就是證明給大家說 我們也是很明明的 那希望可以在音樂界裡 就是可以追逐我們自己夢想 然後繼續前進 對 謝謝 謝謝 蘇俊老師好 評審老師還有現場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Rosie玫瑰宏 直覺上我聽到這個團員 就會想到 這個團應該是會有女團員 那為什麼你們全部都是男的? 其實我們以前也是有一個女團員 果然是有對不對 那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是同一間學校 但是我們都不是主唱這樣子 但我們兩個團的主唱 一男一女 然後他們就在一起 然後我們也就在一起 他們兩個在一起 然後你們四個在一起 對對對 後來呢? 然後後來我們女生Keyboard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那個我不玩了 以後你們就加油這樣 想不到她只是玩完了 那所以你們四個人就組成一個家庭 對 繼續玩音樂 那今天要為我們唱什麼歌曲呢? 《月光玉》 《月光玉》 我們現在就來聽這個Rosie 《玫瑰宏的月光玉》 有一次我在台北騎車的時候 然後聞到了一個味道 然後我就想到 小時候在宜蘭 在學校裡面初吻 也是晚上 然後那時候好像也飄著這個香味這樣子 聞到這個味道的時候 就會想到一些 可能那時候初戀啊 或者是在裡面聽老公講故事啊 就想到有一些往事這樣子 那就想說把它寫下來 就記錄自己的生活 然後寫成一首歌這樣 因為我也不知道那個味道是什麼 所以我就上網去查 因為是一個香味 就上網去查了一些 晚上才開的花的花語這樣 那剛好這些花的花語 都有對到我所想到的故事 我就覺得是一個 還滿奇妙的巧合 那會叫月光玉的原因 是因為這些花都是 晚上才開的花 所以他們就是在曬月亮 所以我就選這首歌叫月光玉 檀前 Agora 檢艋 沉睡的鮮雨沸騰起來 檢艋 混沌的時間起醒過來 檢艋 雨後的雷滴 一戰鬆懷 不來 只落來 永恆的沒包圍 怎麼 迎來你之前談刮的傻夜 怎麼累在即的心 像燃燒一般羞卻的香氣 這放在夜光下的花 你聽我訴說神明話 你聽到的榮耀 是放在夜光下的香味 奇跡留下傻說星空 現在對你所言 是放在夜光下的花 你聽我訴說神明話 你聽到的榮耀 是放在夜光下的香味 輕輕留下傻說星空 像在對你說 輕輕的一個吻 最近打動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杯子 樂光玉 寶瓦老師 你們寫的歌 跟你們整個的表現 都讓我充滿了衝突感 我要肯定你們願意去做一些research 就是去研究花這樣的一個努力 而且在題材上你們有試著去跳脫 但是月光玉這個title跟歌詞 它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我在歌詞裡頭沒有看出來 就是因為這些花都是晚上才開的 所以我就覺得他們是在曬月光玉 那你就應該把你剛剛這些話變成歌詞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 如果就你的詞 如果你一路要往這樣的詞寫下去的話 我覺得你為什麼不寫成 例如第一段我覺得它可以變迷幻搖滾 可是前面那個氛圍又跟月光玉 又沒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中間有很多很多的小問題 其實應該是大問題 但是我還是肯定你願意用心去研究花這個部分 因為任何一個創作者都應該要廣為去搜尋各種的知識 以一個樂團的水準來講 你們是算是非常好的 就是包括你們的個人的技術 還有整個樂團的默契景度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都非常好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是創作比賽 給你們兩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比方說我是聽歌的人 我從你的歌詞曲本身 我得到什麼訊息 這一點也很重要 不要我們在寫歌 就像你剛剛講 你講了很多 我聽懂你要講什麼 可是我要聽歌的時候 我能不能直接從這個歌裡面得到什麼訊息 那我從你們的創作 我沒有很清楚地得到一個說 你要告訴我什麼 那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歌詞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旋律本身 因為你們的伴奏很好 你們的樂團的技術很好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創作本身就是 當你拿掉所有的伴奏 我輕唱的時候是不是還是很好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比方說 你知道你在尋找一個林彥美 他在唱我的歌 你趕快說 好歌好歌 好歌好歌 對不對 這個歌已經這麼多年了 沒有伴奏 我還是記得這個旋律 還是記得這個歌詞 因為我很清楚地得到 黃書俊想要傳遞給我的訊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光輕唱這旋律還是很好聽 我覺得這個是 我實在不太想稱讚黃書俊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是事實 我不得不承認 那個就是一個好歌 可以流傳下來的一個基本的元素 就是說 你拿掉所有的伴奏 你光唱這首歌 你都覺得很好聽 那這首歌就真正很好聽 再給你們兩個建議 好不好 加油 以前說老歌也都在寫花的 那個Scarbird Fair Are you going to Scarbird Fair Parse this stage from Mary and time 就是講花的 玫瑰蜂的迷幻搖滾 獲得觀眾陪審團32分的肯定 並獲得娃娃老師20分的肯定 但並未獲得陳子虹老師手中的分數 關鍵分數就在薛忠銘老師的手中 他們能順利突破晉級門檻嗎 我的決定是 我的決定是 很抱歉 很抱歉 最終玫瑰紅樂團 無法獲得薛忠銘老師手中關鍵的20分 最終以52分的分數無法跨過晉級門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趙瑩瑩 大家在七歲的時候 我爸就教我彈鋼琴 我的鋼琴啟蒙老師就是我爸 我媽她是歌手 對 她以前就是在新加坡的歌廳唱歌 所以我小的時候都是有記憶的時候就是知道媽媽每天都在唱歌 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唱歌 就從小就希望可以站在台上發光發熱 那時候就很喜歡王力宏 覺得她好厲害喔 她可以自己創作 所以那時候我說我也要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寫歌 到現在是因為我很喜歡電音舞曲的舞蹈 我覺得真的是很累很累的時候 我一聽到電音一定要舞曲 我就會變成很有精神 決定要做一個有力量的音樂 這樣我要給大家呈現出來就是 趙瑩瑩就是一個非常熱情勇敢真誠的人 包括從我的音樂 我就是要帶給大家完完全全的一份力量 好 蘇靜哥 哈囉 蘇靜哥 我有這麼好笑嗎 我們是音樂創世紀節目 是的 是提供給音樂創作人的一個比賽 是的 我是 你是來比創作的嗎 是的 那這一身打扮是 是我的心頭沒有 今天比賽我是希望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感覺 好 還是先自我介紹一下 是 哈囉 各位專業評審老師 40位評審團 大家好 以及電視機前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叫趙瑩瑩 耶 耶 歡迎趙瑩瑩 今天為什麼會來到我們節目 因為我有帶一首我自己的全創作的歌曲 叫做《猜猜猜》 你有創作 當然 而且是全創作 包括編曲 我們多希望新一代的創作人都長得像這樣子 哦 那為什麼會走這樣的一個路線呢 你平常是在哪裡出沒 或者是在哪個環境下培養你的創作 夜店 看吧 我這樣問就是有玄機啊 是的 我就感覺它身上有一股濃濃的夜店的味道 是的 散發出來 可是我一定要解釋一下 我真的不是愛玩的女生 我去夜店真的純粹是為了聽它的最流行的編曲 真的嗎 其實聽最流行的編曲 在自己家的房裡 門關起來也可以聽 不一定要到夜店去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到夜店去聽這些東西呢 因為我的歌全部都是舞曲跟電音 所以其實夜店裡面的音樂一定是最top的音樂跟編曲 所以我要去 大概每隔一個月就要去吸收一個最新的編曲跟舞曲跟電音的動向 那你在夜店裡面有沒有什麼闖出一番名號 orange day 有沒有 每次就是真的會有男生搭訕 然後他說 Do you want to have a drink 我說OK orange juice 然後他是三條線有沒有 哦 就是不喝有酒精的東西 是 要開車 要開車回家 所以是在夜店裡面扮演一個非常清純的角色的一個女孩子 是 工作者 家教相當好 今天要為我們唱什麼歌曲 我的全創作的歌曲叫做《猜猜猜》 那我們就來聽這首《猜猜猜》 Yeah 我剛才這首歌是我送給我之前的一段非常失敗的感情 很快速 很短暫的感情 其實愛情是真的不能盲目的 當我每次看到我的姐妹被傷害被感情受傷的時候 我真的很心疼 真的要找到一段對自己 對得起自己的那顆心啊 快速的愛情不是說不對 但是很 那個是在 真的是在玩火 很容易一個玩不對的就是 真的會越受挫 越不敢真心的去愛 為了警戒自己 其實愛情還是應該回到最初的一個 嗯 由單純到美好的一個過程 在十二點之前 說愛我不忍氣 Hey you What do you want for me What do you want for me 怎麼會迷迷糊糊糊愛上了你 聽說你只喜歡我愛情遊戲 聽說我太無趣需要一點刺激 忘了喊停 眼神有一種生命 像愛情卻看不清 好奇想彈歌究竟 不小心就愛上你 猜猜猜猜猜你對我的愛 還在灰色地帶 分不清愛不愛 快快快快 快給我個答案 在十二點之前 說愛我不忍 請離開 你愛猜猜 我想猜猜你愛不愛 十二點前給我答案 不愛我請你快離開 Come on Come on Hey you What do you want for me What do you want for me 怎麼會迷迷糊糊糊愛上了你 聽說你只喜歡我愛情遊戲 好想和談無趣需要一點刺激 忘了喊停 嗚啊嗚啊 臉書有一種生命 像愛情卻看不清 好奇想彈歌究竟 不小心就愛上你 咱咱咱咱 猜猜猜猜猜 你對我的愛 還在灰色地帶 分不清愛不愛 快快快 快給我個答案 在十二點之前 說愛我不忍 請離開 i i 猜猜猜猜 ha 好 拜拜 這是趙銀杰的 猜猜猜 要不要介紹你的團員 因為我剛剛看不清 就分不出來哪一位是吉他手 哪一位是貝斯手 哪一位是鼓手 幫你們解釋一下 來 第二位是 我一定要介紹這一位 這位是小璇老師 非常非常厲害的編舞老師 我們掌聲給他鼓勵一下好不好 老師好 老師好 他真的是化腐朽為奇蹟 今天這麼熱鬧的表演 但是我相信三位專業的老師 還是非常冷靜地 要看待的是創作的部分 我沒有看到你的所謂的 你要表達那一塊 我反而如果就創作論創作 我覺得在歌詞裡頭 這樣看下來 我看到的是一個很拿意的 很天真的女孩 對愛情的態度 這個詞讓我的感覺是這個樣 12點前 你不愛我請你離開 這是一個南瓜灰姑娘 諸如此類的這樣的 我覺得如果你要選擇 這樣的一個表演方式 而它會影響你的音樂形式 跟風格的話 我倒建議你的詞 不然就是寫得更sexy一點 更勾引 更誘惑 就乾脆轉了向 你不要把你的純真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的舞蹈如果是很sexy的 然後你要用一種甜美的無邪的純真 去誘惑人的話 這個詞又不到位 這個詞給我的感覺就是 其實對我來說 可能最符合你的音樂 目前你要deliver出來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是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只有這個第一句 就是最有那個挑釁的 或者勾引的那個味道 所以那個開頭的兩句 有抓到我 可是後面一路 完全是走另外一個路數了 跟你的想要傳遞出來 是背離的 那如果你要走這個sexy的 誘惑感很重的 那你的音樂風格 你的詞的用字 統統要改變 做舞曲來寫創作 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它必須先要有節奏的概念 才能寫出旋律 這反而是倒過來寫歌 像瑪丹啊 很多這種念rap的團體 它都是先有一個beat 有一個結構的節奏出來 才開始填它的旋律 然後再填歌詞 這是一種道的寫法 也算是一個蠻難的 因為節奏能夠影響旋律的概念 今天也是用一個house beat 舞曲的beat 來做一個舞曲的詮釋 這歌也是你自己編的 對不對 對 我自己編的 顯然你是很有想法 在做這些創意的連線 我覺得這一點是可許的這樣子 然後我同樣對 其實對於副歌的hook點 我覺得是清楚的 我只有幾點點建議 就像剛才娃娃老師講的 第一個就是說性感不一定是 一定就是說它會 怕大家覺得好像響入飛 如果性感加上了感性 就在你的創意上面 我覺得會更有它的質感在 很多寒流的音樂 也是這樣在做出發跟處理的 第二件事我覺得其實hook點 副歌我覺得不需要寫得太複雜 意思說你其實有一段hook點之後 你後面的旋律其實要再簡化一點 讓它能夠很快就能夠傳唱記憶點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一個快速的舞曲 它不需要太多的解釋 解釋太多之後 反而大家會聽不清楚它在幹嘛 同樣我也覺得 你進了intro這邊的英文這樣進來 反而是有那種舞曲的效果 這效果是有達到 後面我覺得其實真的是可以再大膽一點 把旋律洗得再有一點衝擊性 我覺得這樣的歌會更有好看點 但是你今天其實有一個新的開創點 做這樣的創意我也覺得是值得加許的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薛忠銘老師 我們來看 裴神團絲之睿你們給的分數是 24分 好 非常不錯的分數 因為剛開始就是他們還表演之前 後面都說女生不會投男生會投 結果你到底投不投 可是我還是投了 你真的有投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創作的話 雖然他詞真的沒寫什麼樣 不過他的那個電音舞曲 我覺得他的電音舞曲就是讓我蠻意外的 就覺得還不錯 趙瑩傑的電音舞曲獲得觀眾陪審團 24分的支持 並獲得薛忠銘老師的肯定 但並未獲得娃娃老師手中的分數 進擊與否的關鍵 就在陳子虹老師的手中 他能夠順利晉級嗎 這有點難 我想先請問一下 你除了這首歌以外 你還有其他創作嗎 有 有 多嗎 大概 十首左右都是舞曲 都是舞曲 對 OK 那 這個有點難決定 我的決定是 我讓你再試試看 給你20分 謝謝 恭喜獲得陳子虹老師的20分 趙瑩傑最終也獲得陳子虹老師的肯定 以總分64分的分數 順利跨過晉級門檻 成績揭曉 恭喜楊宗翰 戴慧欣 以及趙瑩傑順利晉級 而玫瑰紅樂團的演出 因未滿60分落入失敗區 為了鼓勵年輕的音樂創作人 三位專業評審可決定 是否要頒發免死金牌 搶救一組晉級失敗的參賽者 究竟玫瑰紅樂團能獲得評審青睞 奪下敗部復活的機會嗎 今天這張免死金牌是不是要頒發 我們剛剛也討論了一下 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了 第三回合的一個資格挑戰賽 那麼再往下呢 還會面臨到作詞 作曲 不同階段的一個挑戰 所以考慮到未來的發展 跟可能性 所以今天我們的決定是 很抱歉 我們不發出這張免死金牌 最終統計 恭喜今天有三組參賽者晉級成功 更多實力堅強的參賽者即將登場 最刺激的音樂創作競賽 盡情鎖定最精彩的音樂創世紀 你本不盡旋 你本不盡旋 人有夢 好 ум 沒人 很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